一般人比較常會講說 Brandstorming就是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 我覺得這項科比較好的方式就是 我們告訴他說 創意他比較在意的 除了深度之外 他的廣度比較是重點 比較多問題的是 他們在觀察的東西上面 看一些比較片面的 他大概回答都差不多 如果在我們設計上面的話 他的觀察就變成前端就斷掉了 Solution都會變得比較一般 我們試著讓他去批評一個東西 就是人家在講的Criticize 我指的批評比較像是 為什麼不能這樣 是這樣為什麼不是這樣 認識其他科系在學什麼 對於他們出社會這件事情 其實是蠻重要的 比如說工程師他就不能接受 設計師的思維 他就是要生產 可是為什麼設計師整天要的 就是工程師會氣死的事情 那如果工程師他在求學這階段 他就能夠理解設計師這部分 我覺得將來在合作上 都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你在自己領域的專業 要一定的level 那你進來的時候 你要開放你的行修 試著可以接觸 每一個不一樣科系的人在想什麼 我會說這堂課就像 台北市的捷運一樣 透過交叉點 你才能到不一樣顏色的地方 學生可以在整個設計的過程上課當中 然後得到設計的一些想法 不是要把他們真正交成設計師 這不是一個捷徑 但是至少讓他們體驗過 什麼是設計的一些方法跟想法 有人說當你一腳踏進去設計這個領域的時候 很像你第一次談戀愛 所以初戀情人症狀 其實發生在每一個人身上 會讓你執著 你會以為你開始接觸設計了 那這樣的現象 他可能很難接受任何的批評 其實在大學裡面我一直告訴他們 很重要的就是你怎麼學習獨立思考 這堂課是一個小小的一個方式讓你去打開 對生活當中所有其他能力的部分來做一個反省 不要再蓋瓜承受於所有社會上 或者是過往一些經驗給你的既定印象 設計的有一點像魔術 但這個魔術其實是需要靠練習出來的 那這個練習的方法也許都是老師的經驗 跟其他一樣在學習的同學的經驗 通常都不太建議他們直接放棄掉 自己本身所學的背景 因為那些東西才會是培養他敏感的部分 設計導論的課就是設計嘛 老師就是活潑鮮明 然後用真的是生活的方式去帶你進入設計的世界 老師會從第一堂課就叫我們去觀察一些生活中特別的東西 或者是你有興趣的東西 學會去觀察生活中比較微小的東西 我覺得這是這堂課對我的幫助 這門課就是不一樣 老師會提供我們說像我們可以做家庭訪問 去接觸我們實際的人物 而不是自己一群人會有群體迷思 每個人都有對於設計的超能力 每個人都有對於設計的超能力 他不管是多生活多原始 那你都可以啟動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